苏比利尔湖的晚霞,神秘而沉静 营地的邻居是一对夫妇 他们还精力旺盛地划着独木舟 这牛非常享受傍晚的时光 看着天边落日的余晖 然后一边烤着火,一边讲着故事 大概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吧 好了,今天是忙碌而愉快的一天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,我们明天再见